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測未來一個月 你能夠當家做主嗎 也許你現在沒有辦法當家做主 看一下未來一個月有沒有機會呢 我們來看一下選擇A的寵物 自己可以上廁所 你當家做主的機會高不高呢 只給意見無法做主 優柔寡斷難決定 這個個性的人大部分都是 很多事情他很想管 可是他又沒辦法做決定 因為他很怕做了決定 人家會怪你 所以他覺得說 那到底怎麼樣呢 可不可行呢 他可能會問過很多人的意見 才會想說那好啦 你就要提供意見 他可能還很害怕的 說出了一個建議來 可是你真正要他去做決定 他會再問那個身邊 可以當家做主的那個人 所以選到這個選項的人 大部分都還是會 以別人的意見為意見 因為一方面來講 他們還是希望顧全大局的 好 那我們選擇B的 有觀眾朋友們 還有可能現場朋友們 沒有人選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項是 為人服務 勤忙碌 閒不下來 勞碌命 選到這個選項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勞碌命 他閒不下來 所以呢 不管是做決定 或是幫別人做 他可能就是不斷的去努力 你要教他 那個幫我拿一下 幫我倒一下垃圾 他就是 好好好我就去了 所以他是一直不斷的在付出 不斷的在讓自己 不要閒著 因為他覺得閒著 好像我就沒有什麼利用的價值 或是我沒有什麼功能性了 這個功能性對他來講 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存在在別人生活當中 是有價值 對他來講是一種能力的讚賞 跟讚許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C的選項的 替你接電話劉昌明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未來一個月能不能當家做主呢 可以喔 當家做主心精精 害怕承擔壞結果 你讓他承擔當家做主OK啦 他會擺出一副 很像男人的樣子 可是他會告訴你說 這個後果我不幫你承擔喔 因為喔 那個我是幫你做決定喔 可是後果是因為你也認同了 我們才去做的 所以那個後果各分一半喔 所以他會有一點害怕 但是說大話他 真的說 但是你要叫他站出來 要像一個男人的時候 他其實是可以的 可是他會告訴你說 這個責任啊 結果大家各分攤一下 因為如果都在我身上的話 我壓力會太大一點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 第一的有金純姐 要幫你轉遙控器 到底能不能當家做主呢 當家做主你最行 就愛出一張水控制來呢 在家裡呢 真的是你是主 你是王喔 叫你王喔 因為他很喜歡控制別人 就覺得說那個 麻煩幫我那個 等一下開水煮好了 幫我關一下 或是那個瓦斯怎麼樣 或是家裡沒衛生紙的 幫我去買一下 很多時候他要控制人家 他可能不會自己去做 但是他很會用嘴巴來控制人 那個嘴巴也有講說 講好話或講不好聽的話 如果他需要你的時候 他就會說一些好話 來拜託你 如果他心情不好的話 他就會告訴你說 難道你不會幫我做一下嗎 或做一下又不會怎麼樣 所以還是以他的心情為主 所以這是最能夠當家做主的 昌明 以前你錢不讓亞蘭館 那自從你被朋友騙了700萬之後 對 你就認是自己說還是讓亞蘭館的 剛開始的時候 是我還沒有跟他結婚的時候 就是快要結婚之前 快要結婚之前 然後那時候朋友就說 第一個有買車的嘛 第二個有合作嘛 要一起進車子 要賣給別人嘛這樣 進車子就進口車子 進口一部車子 然後要賣給別人嘛 然後包括我要自己買一部 進口車嘛 然後結果那個錢都付清 付清了之後人就跑了 這錢就整個就跑了 我那時候如果再罵他 他會更煩 那我只跟他說 你就把他當作上一堂課 然後這堂課上完之後 你就知道以後不要再這樣子 那麼容易被騙 然後從此以後 他就開始相信我 因為他以前從不相信我 後來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我有好朋友 他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更吊個五萬塊 趕快咬三點半 然後兩點半打電話給我 這會咬五萬塊 我說對不起 我現在我真的沒有 我沒有錢 我沒有錢 我說我的錢通通老婆管 那你直接打給我老婆 我說我身上一毛錢都沒有 對 我現在都是這樣子嘛 因為真的就拿到 這位男生都不好意思說NO 可是為什麼女人就可以說NO 那雅蘭如果朋友打給你的話 那你那怎麼回 沒有 我就會說 那你有什麼用途 什麼樣的用途 然後我就會說 不過我覺得談到錢 嫂子 現在已經兩點半 馬上三點半 我在加票 因為我手頭 你要不就救我一命 可是我手頭上沒有那麼多現金 我的現金都在股票裡面 我最多最多 就只能借你兩萬塊 這樣 類似他會打個折扣這樣 他打個折 然後你其他才就可以 你還是借他 但是一點點 但是你借他出去的錢 就是沒有打算再要回來 或許他不會還你了 我們要注意 從姓名筆劃來看 省著省著 窟窿等著 是什麼樣的格局 很多人 其實有時候我們的命工 我們的命工如果說 本身就沒有酷的人 他的財 不管他怎麼省 他再怎麼省 他就是會有人來破他的財 有時候人算不如 人家說人算不如天算就這樣 有時候你上輩子有欠人家的 這輩子他就是要來要的 所以這種不是 有時候我們的錢財 也不是說完全自己就能夠控制的 我們先來看這種 這種就是說他天稱他自己也沒有辦法去控制他的財 這種就是比較無財無庫的格局 我們來看有哪些人是無財無庫的格局 這個就是說在我們的人格 我們要來看我們的人格 我們的人格就是我們的姓加我們第一個名字 人格就是像郭家鏡就會出現31是人格對不對 這個人格就是兩個數字要相加起來變成雙數 要把它加成到雙數 加成到這個 我就是啦 我3加1不就變4 但是我們人格有特殊的狀況就是說 有31 15 24 29的人他一樣算有才的 人格 我現在我是31 只有四個數字 他加起來雖然是偶數 但是他算有才 加起來15 24 3129 雅蘭我們兩個不用擔心 那個一樣算有才的 但是其他的數字的話 加起來一定都是要單數的 他才算是有才的 像這種 他像這種如果加起來他是 中間是人格是雙數的 他的地格是單數 我們地格要雙數才是有庫 地格如果相加起來是 相加起來如果是單數的話 那代表沒有庫的人 就像我的地格 我是32就是3加25就是單數 這是沒有庫的 沒有庫的 沒有庫的 我兩個都符合 不是吧 那我好慘喔 所以你是無才無庫的 無才無庫的 你看 換你的錢要交給 對啦 所以我跟你講 你房子在你名下是不對的 在他名下比較守得住 老師英明 真的 雅蘭這種 明天要明天辦公庫 雅蘭這種算有才有庫的 對 名子在他那邊會漲價 真的 所以這種 這種其實他很會省 但是再怎麼省 怎麼省呢 他就是沒有庫的人 代表說他累世的業障比較重 他就自然會有人來破他的財 如果不是被騙 不然就是做生意被搗 不然就是兄弟姐妹 特別容易發生事情 不然就是說 家裡障礙特別多 一定會有人就是說 家裡某個人不賺錢 或者是愛賭博 然後都花到你的錢的 對 像這種就會這樣 老婆如果有庫的話 那就存到老婆的賬號裡面去 讓老婆來管你 因為有庫的人在花錢 會比較理智 所以這個會比較危險 但最怕的就是 夫妻兩個都無財無庫的 那個就會很辛苦 那種的話 你要嘛就是改掉名字 不然就是說 一定要多買不動產 少做投資 就會比較好 再來我們看這種 這種就是比較聰明 反費聰明物 這個是